一部气势磅礴的《开国英雄传》 家喻户晓的文学名著让人如痴如醉 百读不厌的经典故事令人回味一生 一生必读的中国十大名著《隋唐演义》 朗读多妈 第二十集小罗臣永迫敌阵 瓦岗中将在城上见杨林摆下一个阵势 皆不认识 便问军事道 此为何阵 徐茂公道 此乃一字长蛇阵 若积首 其尾则印 若积为 其手则印 若积其腰 则收为巨印 徐德议员大将 能敌杨林者 从头颈杀入 再从四面掉将 冲入阵中 其阵逼迫 秦琼道 不知何人能敌杨林 破得此阵 徐茂公道 现只有幽州罗臣 可破此阵 秦琼道 徐大哥此言差矣 俺姑爹镇守燕山 法令严明 岂容我等猖獗 徐茂公道 只削差一个兄弟 前往燕山 悄悄请来令表弟 包你姑爹 不知道就是了 秦琼文言 只得应允 徐茂公叫来王伯荡 吩咐他前去燕山 请来罗臣 王伯荡出了城门 直奔燕山而去 到了燕山 王伯荡入城 在帅府左侧 寻了间旅馆住下 向殿主人打听 罗元帅的公子 可在府中吗 殿主人道 因外有突厥来犯 罗元帅 令公子领病出关去了 王伯荡听说 只得在殿中住下 日日出城查看 这日 正坐在殿门口 胡见一队兵马 敲锣打鼓走了过来 王伯荡问殿主道 这是何人 做什么呢 殿主人道 早上帅府中 有报来说 罗公子大破翻兵 得胜回兵了 黄伯荡一听 连忙来到城门口 寻了个僻静处等候 只见一队队兵马走过 罗臣和几个家将 在后面压阵 王伯荡打了一声呼响 罗臣看见 吩咐家将 先回帅府报信 自己跳下马来 和王伯荡行了礼 王伯荡将杨林摆 长蛇阵仪式告知 请罗臣前去破阵 罗臣闻言道 此乃谋反之事 我父亲断不肯答应 如何是好 带我回去和母亲商量商量 你先回旅馆休息 王伯荡答应一声 回旅馆住下 罗臣回到家中 见了母亲 叫声 母亲好笑得很 我表兄在瓦岗寨 被杨林用长蛇阵围住 让我前去救他 罗夫人一听 立即落了一道 这可如何是好 杨林那老贼 杀了你舅舅 如今又要害你表兄 我们秦家岂不是午后了 罗臣听说 连忙附在母亲耳边 说了一番话 罗夫人点头应允 罗夫人坐在屋内 只听云板一响 便大哭起来 罗公进了房内 忙问怎么回事 罗夫人道 当日怀孕的时候 曾替孩儿许愿 要上武当山进乡 时间一长 倒忘了 昨日闷见 神灵发怒要杀我儿 罗公一听 忙说 那明日 既差人前去进乡 罗夫人道 须得孩儿 自行前往 方可打动神灵 罗公一允 令仆人打点香烛祭品 此日 罗臣别了父亲 骑马 紧出帅府 到旅馆去回黄渤当 二人快马起行 不一日 来到瓦岗寨 只见许多兵马 将城市团团围住 罗臣叫道 伯荡兄 你在此等一等 带我杀入阵去 你可趁乱入城 告知众兄弟 王伯荡应允 罗臣飞身上马 把银枪一摆 大吼一声 呆 随兵让开路吧 随兵剑撞 骑开弓弩 剑发如雨 罗臣将枪一抡 射来的剑都叮叮当当 落下了地 罗臣大吼一声 冲进敌营 沿路挑死无数兵将 杨林大怒 举囚龙棒 劈面打来 罗臣使开罗家枪 如银龙出水 猛龙离山 二人大战 十余回合 忽闻四面呐喊 升起 原来是陈耀金 率重将杀了进来 杨林健壮 心中一慌 囚龙棒略慢了一慢 被罗臣刷的一枪 刺中左臂 杨林大叫一声 回马便走 到德营中 杨林收拾了残兵 正欲再去攻打瓦岗寨 却有甚至到来 说海外 流流亡起兵 令杨林回登州镇守 杨林无奈 只得上本 宝举同关总兵 魏文通 攻打瓦岗寨 自己回了登州 陈耀金同众将 邀请罗臣 回迎庆贺 罗臣怕父亲发觉 连夜 赶回燕山 今天的故事 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故事 可以关注 微信公众号 多妈开讲 也可以添加微信 5642458 精彩的内容 等着你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